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跟X的這場練習 一開始大逼鳥鏡像我最討厭就是開局鏡像 就是很普通的行李戰 那我... 彈子比較小,所以都會先丟降弓的比較多啦 因為如果說降弓有降到,那他用大招打我也就還好 所以我就不開了 好,然後我真的被大招打到了 那個時候其實我是Flying Switch跟換的 然後我一換也馬上覺得,喔天啊,我為什麼不上小木曜 然後,但我已經來不及了,所以 這時候我只好去擋暴風雪,結果又沒擋到 然後我又被偷了一下,其實我已經不知道他這時候幾下了 但是呢,秉持著相信對手的心 我覺得應該是有暴風雪才會發招啦 所以第二下,我也擋了 那已經擋了,能怎麼辦 就只好農到...不能再農 加個CMP 然後我甚至沒有炎風,所以我就只好 繼續用十字皮去打他大敵 這邊我只是想要秀一波傷害轉移 但其實這個傷害轉移沒有意義 因為2T打4T無論如何都可以放招 結果反而因為這個不之所以的傷害轉移 被X打給切倒 不過好消息是 總要打電燈怪 是非常大的counter 所以我決定要在這隻魚身上 把我剛剛損失的能量 全部拿回來 結果其實也沒有想像中好打 我還是有發燥的壓力 不然就要被他下一發打死 只好祈禱 兩個Andre charge一下 結果我又不小心把他打死 還好大鱉鳥太脆了 耶